我是多争 是花莲台东 彰化南投跟屏东 都已经脱离暴风圈的范围了 但其实在双北市 也因为台风外围环流 带来一些灾情 除了有陆树倒塌之外 在乌来这边 甚至有土石摊坊的意外 经过一夜强风吹袭 满地断直落叶 整排树干被吹歪 挡在半空中 车辆过不去 消防队到场赶紧清除 把树干锯掉 在边波拉起封锁线 现场好不容易清除通道 车辆勉强可以通行 台北市内湖康乐街 四号清晨 有树木倒塌影响交通 而在成德路七段 也有树木倒下横躺路中 驾驶只好绕道而行 B5公园附近 一早交通大打劫 民众赶上班上课 全部塞在巷子内 有人赶时间甚至逆向强快 新人穿梭车阵中 看起来现象还生 招牌飘飘 看起来摇摇欲坠 台北市北投一间 补习般招牌 在风中不断摇晃 附近住户也怕 万一掉下来砸到人 怎么办 是有一点危险 可能要请他们再加强一下 昨天晚上风雨比较大 就尽快修吧 不然那还蛮危险的 新北市消防局则 接获37件案件 三峡有大树被吹倒 压在汽车上 乌来有土石摊坊 影响单向通行 福山里全力停电 海窥台风来袭 虽然主要影响东部南部 但双北地区 刮起6到7级阵风 也造成零星灾情 TV月新闻综合报道 而海窥台风的威力有多大呢 其实台风中心 昨天在台东登陆的时候 就有监视器拍到 可以说是瞬间风云变色 暴雨下不停 阵阵强风刮气 这时镜头一晃 下一秒瞬间风云变色 镜头左摇右晃 树枝落叶 还有各式各样的大型物品 纷纷被吹起 一辆机车瞬间倒地 移动了好几公尺远 三角椎也一度快要飞起来 整个就像电影场景一样 超级惊悚 幸好台东四维路上的镜头 均有撑住 将台风登陆前的画面 记录了下来 海窥台风在3号下午 登陆台东 造成花东地区灾情严重 台东成功甚至刮起12级强风 不管是路数还是招牌 都被吹得乱七八糟 大片的铁皮 教堂的十字架 店家的营业招牌 加油站的弯腰看板 还有屋顶的太阳能电板 甚至是超大台的冷冻货车 没有一个能逃过强风的威力 而最严重的绝对是路上的树木 根本数不清到底有几颗受害 整条马路直接变成丛林大道 有乘客在车内记录外面惨不忍睹的景象 有些还好虽然被吹得光突 但树干还在 比较惨的已经被连根拔起 东倒西歪 横躺在路中间 驾驶想要通过实在有够困难 虽然有这么多的树木遭殃 但幸好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海窥台风酿成的灾情 恐怕得花上一段时间才能回复人貌 TVS新闻留警员蓝厅 台东采用报道 而海窥台风二度登陆 真的是让大家吓一跳 但目前是持续往西来移动吗 虽然同它目前的位置 还有它移动的速度怎么样呢 好 我们持续对大家来关心 这海窥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在今天早上 它是二度的登陆 二度的出海 现在是持续的缓慢 往西的方向来移动 来通过台湾海峡这边 那么其实预计在礼拜二的时候 白天它就有可能 它的中心会登陆到广东的沿岸 大概是汕头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现在它的暴风圈 依旧是笼罩在整个云林以南的陆地 所以要特别提醒在这个地方 还是有可能会有强震风 或强震雨的出现 而且在整个花东地区 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 也会有间接性的强震风强震雨 但是同时还要告诉您的 就是在澎湖这个位置 以及在金门这里 因为相对来说是比较靠近 它中心的地方 所以风雨雨 也会有间歇性的比较强 来的强震风 有可能会来到11到12级 不排除会来得再更强一些 但是它的这个结构 已经在经过了台湾之后 有慢慢的减弱 现在它的中心 其实是非常的空洞的 而且它的强度 未来可能在登陆到中国大陆之后 还会减弱成热带低压 但是我们还是要不能不提防 就是它带来的一些风雨雨 以及它因为时间比较长 所以对于整个南部地区的降雨 会比较持久一些 那么再来看到它的路径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从它登陆之前 就走得非常的崎岖 最主要就是因为 已经与陆地上 产生了一些交互作用 而当它要出海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戏剧性 但是其实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它的这个路径 并不算是非常的奇怪 也非常的罕见 因为以过去气象局 也认为这一条 也就是认为的第三条路径 其实基本上在过去 也有33%会走这个地方 只不过它为什么会在出海之后 又难坠往中国大陆的方向来去 就是因为受到了地形的影响 加上它出海之后 想要进行一个重整结构 它的低层和高层的环流 但是后来是重整失败 所以最后它又回到了原本的路线 往西的方向来移动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整个暴风圈还没有脱离的时候 都要特别的留意 再来这个台风 其实它也打破了过去的一项记录 就是台风中心已经有四年 没有登陆到台湾 而在过去大家也好奇 二次登陆 以及二次出海的这样的台风 它是不是第一个 其实也不是 以现在气象局的统计来看 其实有五个台风 都有这样子的记录 包含像是新乐客台风 但是它依旧为台湾 带来了强劲的风雨 虽然现在已经是清台 未来还会再降为热带低压 但是在整个花东地区 以及南部的地区 降雨还未持续 我们都要持续的 带它来掌握 主播 目前大概还有像是云嘉南 高雄外岛的金门澎湖市 还在路上警戒范围 但是随着台风中心 逐渐往西移 宣同还有哪些地方 要特别注意呢 是没有错 随着这个台风 逐渐的远离之后 其实台湾的风与雨 会逐渐的减弱 但是气象局还是发布了 蚝雨以及大雨特报 来看到左边这一张图 基本上在伊赖的山区 还有在花莲 大规模都还是发起了 蚝雨等级 也就是它的累积雨量 会来到200毫米以上 尽量避免前往到山区了 因为这个山区 它的土石比较松软 在山下也有可能 会有溪水暴涨的情况 西边也尽量不要去 而在整个东半部地区之外 其实南台湾的雨量 现在也都还在累积 过去一个小时的湿雨量 都来到20到30毫米 而且阵风也是一阵一阵的 当然还是要特别提醒 在澎湖还有金门的风与雨 是间歇性的 不要因为现在 感觉很像天气比较好 就出去 因为外出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短暂会出现一些 比较强劲的阵风 以及强雨 那么就来看到 在累积雨量的部分 在今天的截至早上开始 你会发现 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 当然还是在整个花东地区 在花莲老西这边有945毫米 而宜兰的太平山也有630毫米 而在整个高雄以南 雨量也都还在累积 未来的降雨趋势也持续待遇来看 在礼拜二的时候 天气会逐渐的好转 但是在整个南部地区 南高平还是有可能会出现 豪雨以及大豪雨等级 那么来到了礼拜三到礼拜五 因为台湾依旧是处在一个低压带 所以各地天气依旧是不太稳定 直到礼拜六到礼拜日 这时候这个低压带 就处在台湾的西南侧 所以在整个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 以及加上到时候 北边有北风吹下来 所以会在南部这边产生一个符合带 天气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一些 但是整体来看 礼拜六的时候 天气会逐渐趋劳 雪冬雨还是继续在下吗 那水库的水如果说满水位的话 就有危险了 是不是开始需要泄洪了呢 好 没有错 这个海魁台风确实为台湾 带来了丰沛的雨量 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在这个石门水库这边 这个集水区累积的降雨量 已经达到了88毫米 而它现在的水库水位 在过去两天来到了244.1公尺 蓄水量2亿吨 蓄水率达到了96.2% 而现在北区的水资源局也说 为了要确保这个水库的安全 所以他们必须要做一些 进行调节性的放水 来保护附近的居民 所以截至到昨天的三点的时候 其实进行了调节性的放水 每秒来到770立方公尺 而且在8点到11点的时候 也首次操作了这个阿姆坪的防雨隧道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及时的来 让这水库的安全 可以得以保存 而且继续的延续下去 另外也要同时提醒大家 在整个下游 其实还是比较危险一些 所以尽量避免前往观看了 主播 好了 谢谢宣童 但这一次台风可以说 在高雄这边是灾情产 总因为二次登陆就是在高雄 所以像是前镇地区大淹水 甚至说是普渡的平安席 还吃成了流水席 高雄最主要的中山路 已经不是变成小河 而是变成了海面 强风夹杂大雨 积水有如海浪一波又一波 就旅车通过见骑水花 而小歌车跟机车就没那么幸运 这是3号晚上 高雄前镇的中山跟明泉路口 积水从快车道 差点淹进了捷运站 另外城公路也有半个路面积水 车辆抛锚 就连住宅区的河祥街 都有一楼的理髮店泡在水里 因为社区道路积水四五十公分 好处是车子抛锚 立刻有邻居帮忙解围 但同一时间 凤山华新街的一场平安宴 就只能虽然顧死命 帆布跟支架在强风中 被吹得东倒西歪 原来当天社区白天普渡 晚上举办平安宴 一开始风雨来袭时 大家还特地加快进度 但吃到一半 人躲不过台风搅局 夜吃夜大碗 风到火灌 今天都穿一穿蚝衫折蚝蚝蚝 吃得真心都破 要怕死 暗河支流的幸福川 也是因为台风遇到满潮 水位比马路还高 三丰公周边多处积水 连道路都水淹半个轮胎 店家住家进水 吓得整晚不敢睡觉 就连高雄轻轨都因为八级风 提前在晚间九点多停止 还会台风三号晚上八点 从高雄死关出海 但速度缓慢 后组风雨也让高雄市区整晚无法安宁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其实在东北部的宜兰也传出灾情了 像是东山乡有修车厂的铁皮屋顶 被强风吹陷之后 还砸到修好的车辆 请蓝亭盈带我们看 地上满市积水 雨还不停下进来 抬头一看 屋顶铁皮被强风吹得 直接离家出走 从外面看屋顶边的凹凸不平 铁皮整片直接砸中 已经收好的车辆 导致这些车又要再重新进床维修 包办员工早上上班 看到这副景象简直吓傻了 毕竟车厂也是租来的 屋顶这样破了个洞 还得要再请人来修 来听一下当时的现场访问 依然东山路三段 三号晚上刮起了阵阵枪风 不止车厂 旁边能移动的 全都被狂风移过一遍 等着维修的车辆 差点掉到田里 旁边檳榔滩 直接被移了一公尺远 里面的物品 也都被吹得东倒西歪 幸好没有造成伤亡 只是这风一吹 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以上万一掌握金消息 而花莲县部分地区 相时累积雨量 24小时就来到六七百毫米了 现在说在寿风乡开始出现了土石流 居民怎么说呢 连信给记者林立 好 这个海魁台风 目前暴风圈已经远离了花莲地区了 虽然说你看我现在在花莲寿风乡这边 没有下什么雨 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山洪水 从山上那边一路的往下冲 我们往远处那边看 有没有看到白白那些水 全部都是从上面 可能是白报西那边 上游那边流下来的 这边附近的居民也说 其实住在这边十多年来 其实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山坡上面 看起来好像很脏 它其实原本不长这样的 居民说这全部都是昨天晚上开始 从山上这样一路冲刷下来的 那么来到这边 还有一个大石头挡在这里 可能也是从山上这边冲下来 因此这边水 整个都是在这边积水的状况 那我们也问到了这个养鸡业者 他们住在山上的这个畜牧场 是不是有受点影响 有 现在因为我们山上 放山鸡都是要用三千水 现在上面可能是山洪爆 我们接的山洪水管都断了 都断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水都没有 所以没有我们正在查哪里断 我们就要去修 那你是说昨天是不是有听到 什么山洪红红的声音 现在还有 现在山上 现在虽然已停了 我们上面那个山沟的水还在流 所以说还有还是有听到红红红红 现在还有 这是十多年还是多久 十几年了 我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现象 这一次是十几年以后的 谢谢你 谢谢 好 我们可以听到老板刚刚是说 这十多年来 他来这边这么久 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状况 那么花莲今天下午过后 中午过后其实这个雨势就明显的趋缓很多 不过还是要提醒住在这个花莲山边 尤其像是寿风厢这边陆续传出有这个土石流的灾情 也要提醒民众特别来留意 以上是想最新的把时间交换棚内 好 再来看台东池上的博朗大道 一度水淹成博朗大海 那么现在水是不是逐渐退去了 交给外庄记者专凯玉 好 各位观众 目前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台东池上的博朗大道上 可以看到博朗大道上旁边的水稻田 这里的水位其实还是跟路面是快要平行的状况 不过这已经是很好的状况了 因为附近住户在昨天台风侵入的时候 其实有po影片上网 说他们开车过来博朗大道是完全看不到路面的 很像开在海上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博朗大道的上面 对大家来到这边都会来拍照打卡的 就是这棵金城武树 可以看到树枝上还有树干上 都有绑着一些绳子被五花大绑绑住了 不过因为昨天最强阵风来到了15级左右 所以台东地区的风势非常的强 可以看到金城武树虽然有被保护 但还是有几只树枝被吹到水稻田里面 但是相较于这些有被保护的金城武树 它只有受到小伤之外 附近的这个蔡依林树就没这么幸运了 因为没有多余的额外固定 所以它是整颗被连根吹起倒在路上的 那么以上是现场在台东 博朗大道的最新状况 先把镜头交换棚 而台风也导致路空交通大乱 像是空中交通部分国内航线是停时的 但提醒大家中午过后 国内航线会陆续恢复 还有台铁东部干线花莲到台东之间 在下午一点钟也会开始恢复 周一上午松山机场国内线包到柜台一片空荡荡 因为海魁影响 上半天航班都停飞或改时间 但还是有人不知情跑来机场要化位 南竿 几点的 一点的 没有 取消 你不知道 怎么办 我还是要来化位 我在马祖 我回马祖上班 在中午过后 国内线部分航班有飞 其中立荣台北台东和马祖 以及台中南竿 中午12点以后 台北台中出发航班正常营运 华信则是松山台东 A1393 394延后 A1395 396正常 松机国际两岸航线 周一晚兼飞厦门取消 其余都正常出发 但桃机高雄小港机场等 也有被海魁影响 美洋局统计 9月4号截至上午10点 国内线取消189架次 延误一架次 国际两岸航线取消23架次 延误18架次 在里岛部分 绿岛 蓝宇 澎湖都有民众滞留 海运共14航线 4号有151航次停航 其中国内131航次 两岸20航次 航港局协调航商评估海上气象 要及早复航 而在公路和国道部分 一处有灾情 14处预警封闭 一处受阻 集中在花东高平等地 而北部和中部山区也有影响 另外两处路段强风管制限速 告诉公路路间开放停车来盈盈 另外台铁都不甘心 花莲以北都正常 花莲台东间下午1点过后 路数恢复行驶 南回县方辽台东间下午4点前停驶 另外几级支线也全线停驶 其他支线则是正常 海路空交通随着台风逐渐远离 都将陆续恢复 TVB的新闻新闻想通知会调不到 讲到交通大乱来看 今天有一名富人搭乘台铁 本来她要去台东的 结果在早上的时候搭到花莲就被赶下车 她非常生气 不知道这个路段是停驶的 而且是大骂战务员 台风登陆 一早搭火车 准备回家看灾 怎么办路就被赶下车 起到排橱窗 也没办法继续搭车 还有其他乘客也困在车站大厅 不知所措 因为花莲到台东的最后一班车早在3号中午12点17分就开走了 但在出站口这边这一群人通通是被赶下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列车只开到这 无奈又生气 一早就出门 却被晃点 地点就在花莲火车站内 4号早上6点20分 女乘客从台北车站达成台铁402车次 想回家乡台东确认灾情 没想到列车开到花莲就停驶 因为海盔台风登陆后续往南的班次3号中午之后就全部取消 女乘客却完全不知情还是早起搭车 你在网路上公布 你为什么不要在电视上跑马灯公布我就不会上车了 真的好生气 好不容易麻烦同事还掉了班 特别请两天假要回家帮忙 早上出门前还打开电视确认 就是没看到跑马灯有写 花莲以南台铁停驶 结果却是到了现场才知道 今天来看因为东线毕竟我们花莲往台东的旅客数会比较少 所以以早上来看大概会影响大概300多位 上百名不知情的游客有些找亲朋好友来接 有些只能无奈继续等 花莲站站长表示目前预计下午一点多 会恢复行驶从花莲往台东的422班次 等不及的旅客现场也有安排四辆游览车接驳到台东 也赶紧发放矿泉水让乘客小消气 TVBS新闻高志宏陈建民林立蔡新宇花莲采访报导 交通部分慢慢恢复行驶 但是在昨天因为台风停电的住户 说在骑山这边部分住户到现在没有办法复电 详情交给佩文 好的 目前是在高雄的秦山 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延平路 这里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可是暗默默 是因为没有电的关系 不过现在都已经复电了 不过稍早之前我们到中正路的巷子内 这边还是有几十户的住户是没电可用的 他们表示说昨天是停电 停电了之后半夜有来电 结果早上来了一下子电又没了 一直到两点多的时候 还是等不到电可以使用 这让他们也很伤脑筋 因为没有电视可干 有些人是坐在家里发单 我们听听看住户的说法 早上还有来一会儿电 然后我什么时候又停了 根本很大不方便 怎么说 看了电视都没有 电视 手机好像不能 手机充电 手机 手机这样省着用 不然有时候人家联络 都靠手机来联络 好的 可以听到住户表示 因为没有电 所以要使用到的手机没办法充电 只好省着点用 就怕手机没电了 对外的联系也断了 而另外昨天晚上 他们也是用点蜡烛的方式来过日子 回归到原始生活了 让他们是觉得是相当的不方便 不过在整个的停电来讲 高雄市在昨天一度 是有六万八千多户的停电 但是今天早上台电人员 是不眠不休的在进行抢修当中 但是相关的一些主要的支干道 都已经陆续有复电的状况 可能还有一些零星的地区 由于在维修人力的安排 以及在线路的末端 所以电力可能会恢复的比较慢 但是希望能够在今天之前 能够把这些电力全部恢复完成 还给这些人民平常的生活 毕竟没有电可以使用 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很不方便 一小时为你掌握到在旗山的情形 令我痛苦的不是失去你 是发现你不只有我 大家好我是简麦